赞美主,我们谢谢杰云和建宁夫妇 应该是杰云和建宁夫妇 带来的美好的三首诗歌 让我们一起用祷告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 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的恩典 你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你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祝你教导我们要感恩,数算你的恩典 因为在这中间我们就能够大大的领受到你的信心 让我们在每天的行事为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碰到任何的情况 哪怕是爬山峰回路转 你仍然带领我们得着 祝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 在这日子里面,我们说我们想要有阳光 你就在大寒之后让我们得着温暖 我们说,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好让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好的天气 祝你就安排我们有好的天气 我们有许多的说我们要什么 祝你就散识我们 祝就求你让我们大胆地说也大胆地感恩 你就把信心加在我们这里面 祝谢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不管碰到怎么样的境况 你仍然让我们有信心,有毅力 把我们的脚步向着你的殿堂来这里聚会 祝我们在这里聚集 祝不仅是在这里做礼拜 我们是要在这里得着信心 祝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在此刻 真的是来领受你的话语 特别是因为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做工 好让我们所领受的真是大大受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祝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姊妹 因为当他身心灵都受到一些煎熬的时候 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他 可是我们知道你是最伟大的安慰者 你就会把你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心里 只要他求你就安慰他 好让他每天的生活真的是平安度过 那他是有身心灵这样的痛苦或者是疾病 祝你也会巧妙的安排适当的医生 适当的实则 适当的话语来让他得着 祝也让他在任何的角落也得着你的话语 来安慰他自己 祝我们今天难得在这里又聚集一堂 祝我们要大声的唱歌赞来你 我们要读你的话语 我们也要来听你的道理 祝我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尽心在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只有恭敬的教授在手里 求你带领 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清晰安息的日子 心灵得安慰的日子 也信心加天的日子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第三圣经有十一节 我想我们就 大家眼力还好吧 不愿意办 我们先念 我们在我左手边的 我们去 我们来应 也就是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 来读雅各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一节 来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 游行城中 在街市上 在床阔处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城中寻夺看守的人 遇见我 我问他们 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刚离开他们 就遇见我心所爱的 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家 到怀我则的内室 淹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指着羚羊 过田野的母路 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青睐的 等他自己情愿 不要叫醒 情愿或义 等他自发 从那中眼上来 形状如烟柱 以墨药和乳香 并当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 第七节 看啊 我圣所罗门的教 自为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的勇士 第八节 手都持刀 赛云征战 腰间配刀 防备夜间有惊慌 第九节 所罗门王用黎巴嫩幕为自己制造 以色列的勇士 一圣华教 第十节 教主是用银座的 教徒是用金座的 坐墊是紫色的 其中所可乎的乃耶路撒人 众女子的爱情 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西安的众女子 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 头戴冠冕 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 心中使乐的时候 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好一首 好棒 好令人向往 还有一种推动 让我们去思考的一首圣经节 但是真正的内容 不是我说的 应该要 请我们的传道来讲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传道